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看过比较严格的定理证明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一些范例 那所以有了刚刚的几率的公理系统之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来看到 那公理系统对一道几率是什么意思的 那这边有一些呢,是我们已经看过的东西 只要我们指定了每一个元素它的几率 那我们大概就把整个几率模型指定完 例如说丢筒板,那正面和反面的几率 我们把它确定出来 那当然这个数字一定要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 可以是0,也可以是1,但是不能超过,不能定义 那以同板而言可能是正面0.6,反面0.5 那它的样本空间呢,就正反 直材质呢,就是一点到六点,OK 那一点呢,两点,三点到六点 通常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公平的材质的时候是6分之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想知道五点和六点 五点或六点的几率 也就是说它的事件是五点或六点 那就是P5加P6,因为五点和六点没有重复 交集是空间的,所以它两个可以直接几率相加 这边6分之1加6分之1就是6分之2 就是3分之1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练习了 用R来做练习 做这个直骰之类的练习 那R怎么直骰之类的 有一个函数,叫做Sample 那Sample的这个函数呢 它是取样,就是抽样的意思 那它是从一个集合里面抽样出来 所以你要先给它那个集合 那我们一般来讲,大家其实对这个不太清楚 我按Ctrl R的时候呢 它会把整个画面清掉 Ctrl R,把画面清空 那我如果按问号 然后呢,那个指令 或那个函数 比如说问号Sample 那它会跑出 这一个函数的Health 那这个我之前有做给各位看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Health 到底是谁 你会看到Sample这一个函数 它的输入是 第一个参数是S 那通常在R里面 参数S就是指那个 样本啊,或者是项链啊,之类的 那Size就是大小 就是要抽几个 然后呢 repress是说 取完之后要不要放回去 就是像如果你 一个篮子里面有 红球、白球 或者是有1点到6点的东西 那我抽完之后 就说我抽了3点 那这个3点 要不要再放回去呢 如果我抽了这个3点 不放回去的话 那就是repress and false 不放回去 那如果这个3点又放回去 那就是repress and true ok 抽完之后又放回去 好 那最后这个参数呢 是几率 也就是说你前面的这一个 呃 可能的样本 这一个每一个元素 它出现的几率可以指定在后面 如果你不不指定的话 它就视为是 几率平均 就是平均的意思 也就是说1点到6点 它每个都六分之一 你就不用指定 红板有两面 每个都六分之一 你就不用指定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就应该要指定 这个几率 ok 这样能看清楚它的用法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的解释说 s 它是 either vector of one or more element from which to choose positive integer 那它说也是可以 可是可以是一个正整数 或者是一个集合 或者是单一元素 那单一元素 其实就不用取样 因为其实都是那一个 所以通常会 或者是一个集合 或者是一个正整数 或者是一个正整数 那一般我们会用集合 因为r里面 你要用个正整数 我就用 一两点多少 一两点十 就是一到十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用 ok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案例 那help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取 但是呢 如果我这样子做 我这样子做 你就会发现 它有错 为什么错呢? 因为它说reverse 等于false 等于false 的时候 不能取用 比总体还要大的样本 合不合理 里面有六颗球 我取了六次就没球了 我第七次要取什么 所以 它不能取比总体大的样本 所以当你想要 我取后又放回去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的办法就是 我们的办法就是 把reverse设成true 而且应该是要写 等于true 这个true呢 请注意 在r里面好像比较大型 ok 要大型 小型不行 因为他不认识小型 大小型的区分 所以当我 从1到6取10个 你看这里 1到6取10个 所以 它的长度应该是15 对 我应该这样做 刚刚的这个 先把它指定个x x x x是10 所以要取10个 如果你弄成100 那就马上就取100个 100个 你把它弄出来 就会100个 当然你可以取很多 在电脑上面很快 所以我们可以用sample 来取样 请记得repress 应该要设成true的时候 通常才是你要的 除非你想用取后不范围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模拟 模拟 模拟 头10个骰子的过程 它这里的模拟 可以得到32444 26333 那如果我们没有指定repress 等于true 或者是等于t t在r里面就是true 那写的t 那就代表要用取后不范围 那这样你最多只能够取到 跟样本空间一样多的数量 所以如果你今天取的样本数 是在6以下的话 那你有6个东西 那它是不会有问题的 而且它取出来之后 可能会是不重复的 比如说取后不范围 取后不范围 所以它不会重复 因为取完之后 那个就拿走 就不会再范围去 你永远不可能再取到它 所以预设的是取后不范围的方式 那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用sample 来模拟铜板的头指 模拟骰子 其实比较简单 1到6 都是数字 铜板我们通常不会说01 铜板我们通常会说正板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创一个集合 比如说叫Face Face就是正板 这两个东西形成的集合 然后我再从Face里面去取10个出来 而且取后放回 replace能处取后放回 那你就会得到十组正板 十组正板 所以我们可以试一次 那边 那边 好 现在你如果打Face 它就是正板 这一个 这一个正例 然后呢 我如果用sample 那它就会取10个 那如果我用sample 100 那就会取100 OK 那我甚至可以用sample呢 你看喔 如果我一下子就取10 10万本 好 我说S等于这个 OK 那你10万本 千万不要把它印出来 也会很久 那 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那如果我今天 S等于正 我们想要模拟的 五四那种正面反面几率是一样的 是几率不一样的 比如说是有冠牵的材质 或者是寡规 寡规 寡规正反几率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 用sample 最后指定这个 第四个参数 那其实这里 如果参数都照顺序的话 就不需要指定参数名称 参数不照顺序 才要指定参数名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现在呢 如果参数都照顺序 其实是不用指定名称的 这个拿掉也是OK 你会看到 sample base base 就是正反 然后十个 true 就是取后 取后范围 然后呢 一个正面是0.6 反面是0.4 那我们看看正面几个 1 2 3 4 刚刚好 这个运气很好 所以它刚好就是0.6 但不见得啦 因为你看有时候 虽然它的几率是这样 但是它 骰出来之后 不见得就刚好会有四个反 你看像这个就有六个反 这也只有可能 反而只有四个正 那 因为它的反面 现在 因为我们是正反嘛 正反 c是正反 所以呢 0.6是指正 然后0.4是反 0.6指正 0.4是反 所以正面应该是0.6 但是这里是0.4 这一个很准 这一个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弄更多的话 更多的话 你就会 数一数 你就会发现说 哦 那它其实越来会越准 那大概 像这个样子 所以 啊 我们先让各位做一下 刚刚的这个 模拟三个过程 一个是3次 一个是同胖 一个是挖灰 那各位试试看 好 各位实际操作一下